大家好 玩一隻真歷史Senev 這隻很特別 特別的原因就是 它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標一隻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真歷史玩很多花神 秒針有high beat 又十秒轉一個圈 然後機心又怎樣扭發 這隻很少見到這麼清 這麼簡約 基本上它是純粹一個銀面 然後拉一個太陽放射紋 也是沒有日期 並且 整個標面的設計 包括它怎樣用 Barton金屬指釘 並且針的設計是劍針 一隻最幼最收長的劍針 有點像浪琴的加勒 那種 但特別的地方 我當初一拿上手 都覺得整隻標 我都猜是用什麼機心 但一拿上手的感覺 因為不太熟的款式 然後覺得挺薄的 然後一上去就覺得不對勁 原來真的不是自動錶 是手動錶 真是名符其實的手上鏈 大三針 不是很大的 亦都不是很細 40度 鶴型就沒什麼特別 全部拋光光 然後用一個這樣的隔帶 鶴型就穩打穩紮的一個 很有現代感的錶 但是整個錶面的設計 是有一點點古典的味道 加上它的玻璃的設計 加上它的玻璃的設計 因為我覺得它有一點點 是想做回以前那種膠面 一般現在都用很多 Double Doom 雙卜 一是用盒型玻璃 一是用雙卜 它這隻又不是的 但是它是做過圓邊 所以是有一點點感覺 因為它這裏是平的 又不屬於雙卜 但是它是側邊有一點圓邊 所以如果玻璃來計 又幾有趣 是有一點點膠面的感覺 如果你打斜斜看 是像 有一點懷舊感覺 但是特別的原因就是 我對機芯很有興趣 一打開後面 原來是物底 物底是鎖了螺絲 然後中間這個位置就拉散 旁邊這個位置就拋光 但是 就是記錄了一些Lumber Stainless Steel 它自己的系列名 但是呢 究竟是什麼機芯呢 我上網找過一段時間 但是資料非常少 我暫時的估計 就是SENIF的2562 2562 如果計算 規格的擺位 這樣就似的 因為為什麼呢 也是一隻手上鏈的大三針 但是可惜的地方 就是見不到這隻機芯的真身 這樣就沒辦法了 但是定價不貴的這隻 這隻是32,000元 是很少有一隻 這麼簡約 有些牌子有做的 Granseco有做的 但是那隻是皮帶 鏈帶就以前那款 但是上鏈是很正 真是有一種 懷舊的感覺 一隻 這麼傳統 白色 拉沙紋的 亦都是沒有日曆的 即是上鏈帶三針 這個系列名的 就叫做王家海港 海港 即是船拍岸的地方 就叫做海港 但是它又不是普通海港 Port Royal 一個Port 但是它不是普通Port 其實香港也是海港 但是它是王家海港 很厲害 即是不是普通海港 是王家的海港 真歷史其實基本上 它 即是改的那些名字 都是厲害的 你看到以前 LPMero 即是也是厲害的 OK 即是厲害的人才能改的 LPMero 以及改的什麼 Elite 就是精英 所以真歷史 一向改的名字 是有些料到的 基本上 不是No.1 它就不會用的 所以 Port Royal Port Royal 是厲害的 那 當然 改名還改名 就不是那麼重要的 重要的是 就是 标怎麼做 重要一點 不是代表你改名字 就懂得飛 你改名字 叫做Port Perpetual 不是代表不偷停的 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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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